有可能你會增加三高風險裡面的 糖尿病的風險會增加 那血壓的部分其實很明確 你只要發現說只要病人 他其實如果說這個禮拜他出差 然後下禮拜他來療血壓 幾乎都是血壓都是標高的 對 所以其實生活習慣飲食習慣 確實會造成所謂睡不好 然後再來就影響到三高 而且很容易就是說因為睡不好 他三高的藥物 其實他的劑量是要加重的 不過你這只是吃一個大便當 就變成這樣對不對 要吃Buffet怎麼辦 宇安都是吃Buffet 大Buffet 大Buffet 我就講說大Buffet 我那個時候就送完小孩 然後我自己就會覺得很不甘願 如果公司沒有會的話 我就會逼自己 也不是逼自己 就自然就想回去睡回龍覺 然後那個時候睡到12點 剛起床的時候我沒有很想吃 可是我真正開始 12到下午大概快2點 2點是什麼 是Buffet正開始的時候 所以我每次的Buffet 我都是那種 譬如說主餐可以拿兩盤 就肉 然後湯麵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最重要是甜點 我可以再來兩大盤 所以一般的Buffet 大家覺得說我努力撐… 撐到吃到9分飽 10分飽 不得了了 我都撐到12分飽 這個睡不好又吃成這樣 那樣子 這不是更恐怖 其實它是很典型的 因為睡不好 而影響到它餐次的 禁食的問題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睡不好 就是早上要補眠 對 所以你其實這一款人 其實你會發現 它的飲食重點就是 它一天大概只有吃兩餐 可是它這兩餐它的量都會特別特別的多 而且都會選擇一些 讓你覺得很滿足的東西 就高油 高糖 高鹽的 所以伴隨著你的熱量 其實整個都會破表 所以有可能去影響到 你體內的一個荷爾蒙的變化 還有你的胰島素的一個穩定性 所以可能你在血糖上面來講 可能真的要監測一下 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要問那個營養師 就是因為我們看前面 1 2 3 4都有可能會影響到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我們好像還少討論一個內臟 叫 是睡不好的話會不會對肝有影響 其實肝的問題 因為通常人家說睡不好就肝不好 什麼肝氣鬱結 那個是比較偏中醫的講法 在西醫裡面就是說 太晚睡 其實對肝不會有太大影響 因為這品質在於你睡得好不好 你這樣對我們在熬夜的人 它是一個鼓勵 開心的 滑鼓勵 還沒說完 還沒說完 如果你是屬於真的是太晚睡 可是你睡眠品質 剛剛陳醫師有講 你品質都睡得很熟 很好 那對肝臟影響 確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嚴重 不過如果你是屬於就是很晚睡 可是你又睡不好的 或者是說你很晚睡 影響到你剛剛提到的 作息跟飲食的問題的話 那確實它會影響到肝臟 因為你剛剛這樣爆吃的話 其實我很擔心你一個問題 就是脂肪肝的問題 對 對 那脂肪肝前身有 真的有 真的 你看這個 脂肪肝它就算不要睡不好 這種吃法也容易會有 可是睡不好 它會影響到體內的 剛剛講的可體松的變化 它的量會增加 會使它比平常吃的更多 而且它會因為壓力 而去吃那種高油的東西 它是一種生理反應 所以確實它會讓肝臟的脂肪 囤積很多 所以你會是脂肪肝的高風險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習慣的問題 它你睡眠品質好不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問一下陳醫師 因為我好像問題很多 因為我們長期做這個工作 其實它對身體 我都覺得很傷 像長期睡不好 我都覺得自己會老得很快 比如說像很明顯的就是 到我過35歲 可能年紀也到了 你就會覺得 好像每個月女生的 好朋友來的時候 那個量會變少 而且時間變短 我都一直覺得說 好像你睡不好 跟女性荷爾蒙這個關聯性 會不會有關係 會不會因為睡不好 你就會比較快跟或什麼之類的 會不會有這樣影響 的確會 而且它是一個 它那個惡性循環就是從 如果你睡不好的時候 你的生理時鐘就會大亂 生理時鐘大亂的時候 你的月經不知道哪時候 現在是哪時候了 該不該來 會出現這個問題 但它我們剛才說 睡眠不好 會影響內分泌的分泌 那內分泌的分泌 其中之一就是女性荷爾蒙 它要去做個調解 那女性荷爾蒙很重要的一環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成分組合 所以在美國曾經有做一個統計就是說 女生不管哪一個年紀 只要她在月經週起 要在月經之前的前幾天 都會有些人會出現一些 睡不好的症狀 她不一定出現失眠 可是她多多少少會有一些睡眠 不是很好的品質會出現 這個人數高達多高呢 6成9的女生都會有出現 這方面的一個問題 所以她比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要來證述我們說什麼呢 的確荷爾蒙會影響到 我們的睡眠的品質 所以睡不好真的很慘 如果飲食方面 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吃 再來稍微加強一下 提升一下抵抗力 避免生病 那我一拿出來大家又睡不好 不會吧 我覺得是 睡不好吃還是怎樣 讓有老花的人睡不好 因為要看得很仔細 都是都不美味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睡不好 你其實脾氣不好 所以如果看到這這麼好 所以你冒著生命危險在介紹 對 冒著生命危險 但是為了大家健康 還是要跟大家提醒 因為我其實整理了三個狀況 又高血壓 然後又合併睡不好 你就要看這一點 有預防心血管這一塊 第一個你晚餐不要吃太飽 不要吃太飽 而且你要避開的東西 屬於高油脂的 什麼叫高油脂 包括了晚餐不要喝肉湯 濃湯 羹湯 還有就是不能用飯去加滷汁 好 這個其實是晚餐的部分 要稍微節制高油脂的 再來就是為什麼這邊 寫一個中纖維的食物 其實一般預防心血管疾病 都是要高鮮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睡不著的人 你在晚餐的時候 反而不適合吃太高鮮 因為反而容易引起脹氣不舒服 所以你纖維要有 但是不用太多 所以你就選擇中纖維的 比如說胡蘿蔔 青江菜 空心菜 米豆 這個是可以的 然後再來就是睡前喝水 這個是有技巧的 睡前一個小時 喝一點點水 大概200cc以內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也不要喝太多 因為怕夜尿會影響到 你的睡眠習慣 如果你是血糖 就是合併剛剛提到的 就是影響到血糖的問題 這時候他要從早餐 去做一個改善 反而是早上 早上的組合就是說 你可以吃一些 比如說像這個是 這個是我幫大家設計的 比如說豆漿加地瓜加巴勒 或者是說薏仁 比如說你可以煮一個薏仁的 比如說鹹粥或是甜湯也可以 薏仁湯也OK 對 也OK 不要加太多糖就好 所以煮蛋 然後生菜沙拉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要吃飯的話 像地瓜飯 然後加一點比如說傳統豆腐 用一點醬油OK 然後燙青菜 其實這三個組合 其實都有一個重點 就是把握 早餐的時候你要有澱粉 然後有蛋白質 有蔬菜 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讓你的血糖 也比較穩定一點 對 比較均衡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是真的是血糖控制不好 睡不好 就是水果要適量吃 就比如說水果的部分 你可以放在正餐以後的 兩個小時之後去吃它 然後另外如果你是屬於 真的影響到 這個是大部分的人 成年人都會有 睡不好影響到記憶 然後會有覺得 早上起來都好像精神不好 東西記不起來 就是你就要這樣吃 堅果放在早上吃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人睡不好 早上通常會想要吃什麼 因為他如果說記憶力不好 你會想要補充迅速 補充糖分 所以有些人早上你會發現 他很特別喜歡吃甜的東西 喜歡去選擇一些蛋糕 或是一些 比如說餅乾類的 比較高熱量 他會覺得吃完之後覺得 好像瞬間覺得好像比較有精神 那這一款人 其實他是怎麼樣 他就是第一個 他就睡不好 而且影響到他整個作息 然後他沒有吃東西 早上起來之後 他就會想要補充高糖分的東西 這時候如果你真的吃到蛋糕的話 我建議你補堅果 因為堅果它屬於油脂 油脂可以讓你的血糖 是比較穩定一點的 不會讓你血糖迅速飆高又下來 當你血糖下來的時候 你會頓時之間覺得說 我就是好像整個腦袋很空 然後記不起東西 另外澱粉的部分 就是三餐就是要正常吃 或者是少量多餐 然後另外就是每天要吃到 蛋類跟豆類 那這蛋類其實讓你的頭腦 會比較清醒之外 豆類其實含大量的 所以很多人不曉得 那三十纖維的部分其實 而且它B群也很高 所以基本上 它對腦袋的補充是有幫助 然後我們這邊一直提到 只要跟記憶有關 就是要吃紫色的食材 包括茄子 藍莓 現在的桑葚 紫高麗菜 其實都幫助腦袋的 短時間的抗氧化是有幫助 不過重點還是要睡覺睡得好 所以 Mountain 你怎麼處理 或是幫助自己睡眠好一些 幫助自己睡眠好一些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 我跟我太太都躺上床之後 我請太太告訴我 今天發生的事情 今天家裡發生的事情 這麼枯燥乏味啊 你就睡著啊 這樣就好睡了 老婆聽到了 真的是 可是有時候聽一聽 當然就是譬如說 聽她講孩子的去世 笑一笑 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 就是就像跟剛剛肅清姐講 是吃安眠藥的 那我覺得吃安眠藥呢 就是很多是 因為是醫生處方嘛 然後他們只要照著吃 他們心裡頭覺得OK 然後生理也有感覺睡著 我覺得也行 可是很多吃安眠藥的人呢 他們還有 對 就是他們可能睡覺前 吃了助眠的安眠藥 然後他們又習慣喝兩杯紅酒 配著喝這樣子 或者是酸殺的行為 對… 他們覺得這樣好睡 可是我覺得這個… 可能是嚴重失眠的 來 薇如 是 因為像那個 Mountain哥有說吃安眠藥 因為我個人也是很怕吃 因為我覺得看新聞 有很多那種副作用 就比如說